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,今集繼續同大家更新澳門關於賭業的最新資訊。 今日政府方面公佈了,就說有一單案件都是與非法賭博及洗黑錢有關。 澳門日報方面就說了,就是賭廳的負責人,這個網傳。 現在基本上,無論是香港的媒體,還是台灣的媒體、澳門媒體,都已經說了,應該是德進負責人陳榮煉,就是其中一個被捕的涉案人。 現在我就根據網上找到的消息,陳榮煉在早前在大陸做完事回到澳門後就沒有回家,而入住了華都酒店。 結果,就在這間酒店裏被司警拘捕,司警之後分別去到餘人碼頭新口岸北京街的一個寫字樓裏搜證,帶走了大量文件和伺服器。 而亦有媒體在29日下午,曾經向澳門的麗進查詢相關情況,也包括了他們的公司主席陳榮煉是否被司警拘捕,但都沒有回應。 亦有媒體聯絡陳榮煉和麗進的非執董主席周錦輝,亦沒有任何回應。 其實,自從太陽城執董後,現在德進已成為澳門賭廳方面的龍頭,再加上他有漁人碼頭的點放在中場業務。 如果真係好似網路上所傳,真係陳榮煉是其中一個被捕的人,到底他又會不會很快放回出來呢? 還是跟洗米華的狀況是一樣呢? 這件事我真係不知了,因為剛才我直播時,有網友反而在傳說他走了出來,但其實我未必好相信是這麼輕易可以放回出來。 因為如果是這麼容易放回出來的話,明天就不會開發佈會。 當然,我都擔心自己是跟車太貼的。 就好像現在這樣開名來做影片來說,我都是要等到所有主流媒體全部都出光了,我才敢出的。 因為我就擔心待會出錯片,冤枉了人就不好意思。 基本上,其實現在大家都在等明天公佈出來是哪一個人。 還有,其實很疑惑,為何洗米華的狀況出事後,他還回大陸? 因為他都是其中一個榜上有名的人來的。 為何還這麼大膽回去呢?如果是換了其他人,很多網友都說為何不走路? 走路了,什麼事都沒有呢?會不會是走不到還是怎樣呢? 因為可能這一類這樣的人,如果他一出境的話,就即時被人截住了,除非你回大陸而已。 所以才會有一個這樣的情況。 還有,根據媒體的資訊,就說他沒有回家,去了華都那裡。 會不會就是他知道自己會被人抓了,所以就不回家,直接在華都, 好,免得就是家人被人抓,嚇到家人。這一點也是有可能發生的。 還有,亦都帶走了大量文件和伺服器。 這一點是跟太陽城那時一模一樣的,但比較好彩的,就是他已經遣散了員工。 那即是說,對澳門就業市場現在的影響是很低的,要解決的都解決了。 還有,要抓的人都不像太陽城那樣一網打盡,都只是抓他們兩個, 我相信應該是對員工方面的影響是比較低、比較小的。 好了,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。 大家如果有些什麼想說的話,就記得下面留言吧。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吧,拜拜。